国内种族宗教课题闹得沸沸扬扬 内政部长丹斯里慕尤丁今天引述警方的数据指出 相较去年 今年的种族宗教和王室3R案件激增将近一倍 国内紧张氛围不断的升温 他劝请民众保持冷静 不要挑起事端 否则警方将严厉对付资事者 国内近来频频爆出多宗与种族宗教和王室的3R案件备受关注 内政部长慕尤丁今天在吉隆坡出席活动后透露 一些人制造紧张的种族宗教问题 导致今年的3R案件相比去年激增 沐尤丁被问到昨晚吉隆坡15杯抗议找疑问教学集会时也警告 要是人民没有意识到族群关系越来越紧张 国内气氛会进一步升温 可能引发国家动荡 因此他希望各族之间能提升对彼此的了解和体恤 并劝请民众保持冷静 不要再调起3R课题 请民众保持决计 他强调各族群对我国建国的贡献都不可磨灭 因此当局已经指示警方采取严厉的行动 援引煽动法令等法律条文 对付扰让国家和平的支持者 而不会再给予口头警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